慢慢让一下 让一下 老公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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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让一下 让一下 姑娘 你认识她吗 她突然就晕倒了 大夫 晕倒了 刚才好 突然就晕倒了 你看看这还有个孕妇吗 真是 这信不回头 我没事 这 那我先在这儿去 怎么办呢 你们说 小心 谢谢 那啥呢 挺有意思的 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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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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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姑娘 没开出来啊 人小利益挺大的 今天幸亏有你 要不然这病人可就麻烦了 姑娘 你真善良 那么多人 就你一个人及时出手 那我可以在这儿工作吗 工作 就像他们那样抬病人 抬担架 你没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 我现在就可以工作 还挺快的 一日 一日 怎么会在一日 喂 喂 天悦呢 不告诉你 你不是说以后 不想再见到她的吗 现在星月跟你没关系了 我来负责 湘娜已经出院了 你们不要老往医院跑了 高雄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星月现在都会做早餐了 每天都给我做什么 牛奶呀 煎蛋呀 面包呀 特别是那个煎蛋 做的那叫鱼鱼 特别好吃 还要压得开心啊 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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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叔 小高 你在哪儿呢 我正回家呢 您想吃什么 我给您带回家 我没在家 我出来了 我这好像现在是迷路了 您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 这样很危险的 你也出门了 星月也跑出去了 我一个人在家无聊 我打了个车 我跟他说 把我拉的个环境好点的地方 来转一转 结果就到这儿了 现在也找不着回去的路了 那您现在在哪儿 我去见您 那麻烦你了 好像叫什么酒皮山 好嘞 您稍等 我马上就到 小高 这儿来 你可来了 文叔 我去 您怎么一个人来散心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以为很危险 得到他出门口 我先喝点水 我也不能一辈子 在家不出来 我这心里烦 出来吐得去 慢点 慢点 我去 你说这荒郊野岭的 还真有点害怕 自从那天经历了这个 野营那件事啊 我成熟成熟睡不着觉 我跟你说 这原来几十年就我一个人啊 什么都不牵管 死了也就死了 没所谓 自从跟你们一块儿 有了家的感觉了 我要真死了 我还真有点遗憾 您要是觉得信任我的话 可以把箱子交给我 我替您保管 很安全 小心 文叔 文叔 你坚持住啊 坚持住文叔 我马上送您去医院 从那边 来 摩托车撞伤估计骨折了 你们小心点啊 文叔 坚持住 快 让一张 让一张 你在这儿干吗 我在工作呀 抬担架 这是在救人 开玩笑也讲个分寸行不行 我没有开玩笑啊 跟我回家 多少钱一天我给你 别干了 这跟钱没有关系 我只是不想惹麻烦 在这儿我不会惹麻烦 姐 姐姐 谢谢漂亮姐姐 妈妈说你是个好人 今天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是你一直用手扶着外婆的头 外婆才不会难受 没关系 这是姐姐应该做法 姑娘 终于找到你了 今天忙完就一直在找你 想亲口谢谢你的 没事 祝外婆早日康复 谢谢 秀玥 我先走了 来 回去 请一下小活动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慢走 文叔怎么样了 在里头处理伤口 好 那我进去看看 对了 我好几天没看到星月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我感觉刚才好像有个人 就是她 她在这儿干吗 担架工 担架工 她 疼疼疼 好 轻点待会儿 轻点 轻点 爸 小夏来了 文叔 医生 怎么样 没有大的问题 表皮有一点擦伤 人带轻度拉伤 一样一样就好了 谢谢你啊 不客气 谢谢医生啊 不客气 您慢走 文叔 我 小高啊 你别自责 没事 皮外伤养几天就好了 是不是 本身就是个意外 没关系啊 这不行着吗 她在这儿干什么呢 那个 我们把她的业务都砍掉了 砍掉了 行的 你带文叔先去拿药吧 文叔 咱们一会儿见啊 一会儿见 小心点啊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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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差不多行了啊 别闹了 我没有闹 你不就是故意要气我吗 我不是要气你啊 我在这儿能找到自我价值 我特别开心的 走 我不走 我答应了别人 今天就我一个人 我得顶半 你脑子是不是真有病啊 这是女孩子干的事吗 大晚上在这儿抬病人 好好好 如果你要因为我骂了你 说不想再见到你这种话 你这样的话 我收回行吗 快回家 我不走 我答应了别人就要做到 而且今天晚上只剩我了 我就得在这儿顶半 一天 康上赫 你来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说的对她负责 你看她现在成什么样了 你把她当什么呀 保姆 给你做饭 给你挣钱 你看看她的手 成什么样了 你脑子有病吧 她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啊 是因为你和夏娜轮番 骂到她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还有 只要星月开心 她干什么我都支持她 而且我会一直陪着她 我告诉你 你最好把她给我看好了 她要再出什么事 我第一个找你 管好你自己吧 好了一天 别理她 叔叔没事吧 没事 我们去吃饭吧 我那边还有忙得帮 要不你等我一会儿 你先吃 好 我等你 您说什么 我说 你们为什么要让一个 年轻可爱的小姑娘 来你们这儿当单驾工 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了 就是那个临时顶班的 叫星月的姑娘吧 我们也再三确认过 她呢也是完全自愿 刚好我们医院呢 最近也缺人手 我们就来本台做临时工 临时工 我来之前做过很多了解 你们这里的单驾工 清一色全都是壮年男子 他们因为工作压力大 长期腰酸被痛 而且流动性也很大 我很理解医院 需要有人做这样一份工作 但这不是你们雇佣年轻女孩 当单驾工的理由吧 先生 我们这儿呢是投诉科 您到底想说什么的 对 我就是要投诉他 不过他干得挺好的呀 套什么呀 这么花瓶似的 让病人跟家属 机器没有安全感 而且我问你啊 没有受过什么急救训练 万一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他能应付得过来吗 是这样 他来了以后呢 我们也对他做了一些 基本的培训 你都说的是最基本了 我不管 总之你们必须要开除他 不然我天天来投诉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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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意思啊这 姑娘啊 你很好 人又踏实肯干 我们啊大家都很喜欢你 可是呢 这工作可能还不太适合你 另外我们这儿临时工呢 上岗前都要经过 至少一个月的培训 你一个女孩子家 也不方便啊 我方便的 我可以参加培训 你说你这孩子 这么苦的工作 大老爷们都不愿意干 你这是图了什么呢 我就喜欢他们跟我说谢谢 而且那样我会觉得自己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而且我还可以参与救人 姑娘啊 是这样我们投诉科呢 也接到了你关于你的投诉 我们呢实在也是 没法留住你了 抱歉 这个呢是之前的公司 你收好了 姑娘 你漂亮又聪明 相信你能找到一个 就更适合你的工作 别温馨 好 徐悦 是你啊 干嘛去啊 今天不工作啊 我来去给文淑拿药 今天 今天下班了 下班了 那你明天今天上班 我来找你玩 明天明天不知道 傻瓜 我叫你着啊 以后撒谎了 就是不要做这种小动作 工作没了吧 还不敢承认 你也别太难过了 坐下 跟我讲讲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还是有人投诉我 投诉你 谁啊 谁这么过分投诉你啊 我要知道 我非打他也都不行 我也不知道 等我 新月啊 还有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这是我这几天的工资 这么厚啊 嗯 所以呢 我应该不能说放弃 还是要 Sail 好好的努力 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 谢谢你啊 不过我今天跟一天 和一天的妈妈约了吃饭 我先答应了他们 所以你今天自己好好吃吧 好 我走了 拜拜